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Ia 我們現在打 倍受寵愛的天之嬌女 這個是全新的挑戰任務 這邊帶大家用鬼滅之刃的一趴大獎 炭治郎來通關 那因為這個是新介面啦 所以你選副隊的時候 記得不要去點頭像 你去點名字 他才有一個選擇可以按 那這邊龍科就帶自己的武裝就可以了 那前兩關我們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盡可能的去讓龍脈儀滿起來 第一關是大於等於八康 然後不能手消光 不過他這個不能手消光是不會反彈的 所以我們要用這一點來稍微洗一下技能 就是故意去消光 那他這一個 這一隊的話有閉眼轉珠秒數啦 所以八康對各位來說應該不會是太難才對 那第一關我們就偷兩個回合 小迷豆子有跳就可以準備進關了 因為小迷豆子跳的話 就意味著其實龍脈儀也累積的差不多了 這邊我們一樣去消光 那這邊也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隊血量非常足夠 所以你 最少轉到武康被他追打三下都還不會死去 小迷豆子跳 我們就把他開下去 然後接著開大豆子 這樣場上就不會有光了 我們就直接去轉 大豆子開下去也還有閻秒 所以不用擔心 這邊感覺要稍微區隔開一下 OK 這邊第一關就直接帶走 接著第二關的話他有隱身 然後水珠是不能消除的齁 然後同時你不能守消心 這邊我們先一回合給他 那給他之後呢 他現在現行了 我們就把炭治郎的1技開下去 然後變身也開下去 然後就直接空轉 中間打掉左右就會跟著自殺了齁 好 那我說第三關要開龍課就是因為這樣 第三關是數字盾 但是因為上一關水珠不能消齁 所以這邊的話遺留下來的水珠會非常多 我們就需要去延遲他 那你帶炭治郎的武裝龍課 要記得轉到一定分數 然後也要記得帶到三個形狀一樣的 才會觸發延遲 所以不要再問說為什麼不能觸發延遲了 先看看我剛講的這兩點 有沒有符合條件 好來接著16顆我們就直接去轉 4 8 12 16 OK 好那因為他是火屬啦 所以你有轉到基本上都會過齁 他那個數字盾是會追擊的 所以我才說需要延遲齁 來接著是指定combo法印 那你開始轉的時候他才會顯示 三康而已 三康而已 感覺不太妙應該帶不走喔 好 欸可以 哇小豆子威武 好來接著這一關的話呢 他有消水減攻99%的負面buff 這邊我們用蝴蝶忍把它消掉 消掉之後大豆子 欸小豆子 小豆子記得補下去 然後再把大豆子打開 我推薦這一關開大豆子啦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為什麼齁 好的 好來第五關的話是急暈盾 你沒有急暈的話傷害剩10% 然後同時你不能手消暗 那因為大豆子效果還在齁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把一消開下去 硬灌傷害過去了 好那會給你中間霧化 這個你就自己稍微小心一點點就好 好 好一消有開的話就盡量去把珠子水火切割開來齁 好這邊就灌過去 好那豆子效果還在 這邊還會再幫你轉強化出來 來第六關就是我剛說的無屬強 然後再加上說弱轉無效 那這邊我們就用炭治郎去無視掉 好那要注意喔 你炭治郎要無視無屬 要嘛1到3康要嘛就是大於9康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開下去 然後變身 變身之後再把1技開下去 我們選大於9康的那一個 好那這邊也去把其他珠子稍微消一下 然後水火盡量切割開來齁 這樣子的話 9康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好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那這邊要特別小心齁 一定要一波帶走 如果你要用無視的話 因為他少的話就會追打齁 少一鼠追打一下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是要疊10個水印記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稍微去疊珠一下下 疊到10個水印記之後才有辦法造成傷害齁 好那我們這一關盡可能的 也要讓水珠不要剩下那麼多 因為等一下二血是不能手消到水的 然後還要大於20康 相當麻煩齁 這邊水只有剩2顆 我們抓一個角色珠出來用 好 好 記得不要手消到水 剩下什麼都好說 好來這邊又只剩2顆 那剛好差2個印記齁 我們就再抓一個角色珠下來疊吧 好 好 那疊到之後呢 我們盡可能去讓場上水珠少一些些齁 這邊再繼續抓角色珠來用是OK的 好我們用這個方式疊好了 我們用直行來疊 好 這邊你有疊到基本上就直接帶走了齁 好 來接著二血 這邊的話我們用香奈呼去炸 把水的位置炸掉 好這樣子場上沒有水 來接著我們把炭治郎變身二技開下去齁 水火持續一消 好那這邊的話沒有水 然後剩下就是交給天降去消了齁 好他這個水火是會持續天降的 所以其實也不用太擔心齁 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話 高機率 大於等於20康 好啦那這邊的話就是鬼滅之刃的劇本 帶大家 打這一次全新的挑戰任務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可以看到我們最後天降來到36齁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撲 謝謝大家